盧修院只要看到這種東西 他就是會壓起來 盧修院是物質轉換大師 他都能夠把空氣變成選票 我們就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如果同飼料 同批 同場 所有的豬都會知道飼料沒有減出 其他的豬沒有減出 只有一隻豬的一個部位減出 那請問他是飼料出問題 還是這隻豬的這個肉 已經做好的產品之後被污染 比較有可能 常理來講嘛 盧修院的專業人會知道 盧修院當立委的時候 是在質詢花雕祭面 可不可以多做一點 盧修院他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搗亂人心嘛 對豬農來說呢 對市場攤判來說呢 每條大街小巷 每個人的嘴裡都在問瘦肉精在哪裡啊 那這樣子他們要怎麼過年 這個年好過嗎 可以等兩天嗎 於是中央做了什麼事 大規模的擺同一批 兩千多包我全部檢驗 一千都沒查到 他有什麼狗的 你們回去看他立委質詢 根本都在亂聊 質詢院長的時候在上面唱 月亮代表我的心 他那個就是在開玩笑的立委而已 他我都曾經聽過 他不知道在財政還是哪個委員會 進去之前今天沒有準備題目 他就問旁邊的記者說 你們今天有沒有什麼想問的 我今天幫你們問啊 這個當市長 他就是因為沒有做事才會當市長啦 他有什麼了不起 他就是讓大家好 你要賺錢的賺錢 要開錄的要開錄 一億沒有辦法徵收 我七億徵收 問題是你有沒有挑戰嘛 你不打 你不打說他滿意度很高 你不打他當然滿意度高啊 我如果沒有人中的話 我會不會被罷免啊 這不是廢話 屬於單一的樣品的簡體 而非系統性的事件 相關部會官員 信上火線說明 台糖豬肉片 被驗出西布特羅瘦肉精針液 因為中央地方復驗 都有驗出 但含量不一 台中市衛生局食安處驗出0.002ppm 食藥署則驗出0.001ppm 含量近乎檢驗及限值 我們會先從豬場 然後再從飼料 然後第三個部分是才從肉品 去做這樣一個抽件 現在初步算起來是298件 那沒有任何一件含有 乙型受體素西布特羅 在這個屠宰場跟後續的這個 分切跟加工也有可能 那當然也沒有排除 是實驗室來的 食藥署未排除台中送宴檢體遭污染 因為擴大追查市面肉品 或是台糖同批履歷肉品 都是陰性未減出 而西布特羅價格高 不可能用在豬汁飼料 它的售價非常的高 假如這個是一克的時候 大概是台幣100萬以上 所以這個是比黃金比鑽石 還要貴的真的 所以一家的廠商進來 那他跟我們陳述的是說 他只供給實驗室有10家 是我們衛生局的實驗室 西布特羅為實驗室作為比對用品 如今肉品裡被驗出 哪個環節出問題 衛福部也將召集專家來開會討論 只是次長王必勝 連日發文抨擊台中市 太急著公布結果 也被在野要求下台 黃必勝 社長立刻辭職下台 民進黨罪惡辭的官員 再一次的現行 我沒有任何一點有執意錯的 我們現在所有外圍的 通通都沒有見出任何東西 實驗室還是在哪個環節 有污染到這個檢討 所以這個不是什麼 打臉不打臉的問題 農曆年前豬肉需求量大 政院提供清查數據闢謠 積極拆彈 安民心 來3Q 這件事情怎麼會發展成這樣子 台中市政府真的沒有需要 反省檢討的地方嗎 自認最專業 我對這件事情了解蠻透徹 不是從豬的脈絡來看 要從台中市的市政府來看 在2020年兩邊 國民黨跟民進黨 開始在打這個萊克多班 來駐議題的時候 盧秀燕就做過幾件事情 第一個跑去叫AIT的官員來 本來閉門會談便打開門說 我們台灣人不吃 萊克多班 後來馬上成立一個行動實驗室 到處去查 到處去查 看誰有萊克多班 查了半天查到第一間 超商 拿出來 找到了 是萊克多班 一查 牛肉 來牛 誰開放的 國民黨 然後這個辦公室就隨即 沉級了兩年多 直到12天前 一查 瘦肉筋 快 趕快公布給大家 當天有一個細節 台中市的衛生局長 叫曾執展 曾執展打電話給石藥署說 我們這邊發現了一個叫做西布特羅的瘦肉筋 說石藥署一聽 哇 全球罕見的東西 你們要不要考慮一下 我們兩個一起碰個面 聊一聊看怎麼處理 不要讓大家人心惶惶 曾執展說好 知道了 我再想一下 他電話掛掉之後 過沒多久 再打電話回去說 不了了 不用再 不用了了 中央也莫名其妙 不知道什麼回事 是決定放棄這件事了嗎 沒有 晚上新聞稿就出去了 曾執展跟誰談 一定是跟台中市長盧宣恩談 他一定會問盧市長說 我們這個專業的數據 科學的儀器 查到了這個東西 請問一下市長怎麼辦 市長說快點 誰來操作 誰來打 誰來完蛋 盧秀燕就是這樣子的人 你們自己去查 我剛剛講的那個時間點 這一個 這整個 盧秀燕只要看到這種東西 他就是會壓下 盧秀燕是物質轉換大師 他都能夠把空氣變成選票 我們就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如果同飼料 同批 同廠 所有的豬都會吃到的飼料 所有的豬都會吃到飼料 沒有撿出 其他的豬沒有撿出 只有一隻豬的一個部位撿出 那請問他是飼料出問題 還是這隻豬的這個肉 已經做好的產品之後被污染 比較有可能 常理來講嘛 常理來講就是他死後 那這甚至不是整隻豬找到 他只有一個肩膀肉找到 會不會是盧秀燕不知道 盧秀燕怎麼會知道 盧秀燕的專業人會知道 盧秀燕當立委的時候 是在質詢花雕 要記面可不可以多做一點 他怎麼會知道 他一定不知道嘛 但是他知道了之後怎麼做 這個才是重點啊 我們用另外一個方式來舉例 我們生病了 人不舒服 然後我們做健康檢查 人都還沒有不舒服 我們去做健康檢查 然後醫師看檢驗報 哇 全球罕見疾病 請問這個醫師會怎麼做 跑去跟家屬講嗎 他第一時間會不會覺得 怪怪的要不要再抽一次血 要不要再驗一次 全球罕見疾病啊 我要先下下那個來健康檢查的人 還是我再確定一下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正常醫師都不會第一時間跑過去 你這個就全球罕見疾病 哇不行了要馬上住院 不可能嘛 所以中央如果要陪著盧秀燕起舞的話 應該怎麼做 哇有一片豬肉發現有問題 全台灣現在開始豬肉回收 成立緊急指揮中心CDC 每天報告驗了多少豬肉 這台灣是個國家嘛 這能看嗎 照盧秀燕的處理方式 中央陪他一起跳舞 全國豬肉回收 每天公布驗了多少豬肉 那不是瘋了嗎 所以盧秀燕他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搗亂人心嘛 對豬農來說呢 對市場攤販來說呢 對做滷肉飯等等的 這個加工食品的人來說呢 他們沒有辦法等你一兩天啊 他要過年啊 每條大街小巷 每個人的嘴裡都在問瘦肉精在哪裡啊 那這樣子他們要怎麼過年 這個年好過嗎 可以等兩天嗎 於是中央做了什麼事 大規模的 來同一批 兩千多包我全部檢驗 一間都沒查到 來說是政治操作 藍營的你們在檢 新北營十九劍沒有 桃園營二十一劍沒有 就你台中有 那沒有關係 我由下往上溯源找不到 由上往下 整年度啊 台灣進口了 零點四二克的 這個西布特羅 全台灣全年度進口零點四二克 那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我們沒有要證明誰去下毒 誰去污染 不用啦 重點就是這是非常非常罕見的行為 罕見的狀況 這一隻肉吃了 而且是全球的豬肉沒有找到過這一款瘦肉 沒有人找到過嘛 台灣第一個 這樣有厲害嗎 真的厲害 所以 台中之光 作為一個台中市長 你要急著把 我剛剛舉例的那個 我急著把全球獨立 唯一一件事情拿來 大肆做新聞 他剛剛還做一件事情 他去報那個檢驗人員 辛苦了 你承受很多壓力 是你盧秀燕讓他承受壓力的 是你盧秀燕在搞不清楚狀況的時候 大做特做的 對我們來講 我們第一實驗的反應就是 好 如果這隻有 其他部位有沒有 結果這隻的這個部位有 如果這隻有 同農場的有沒有 結果都沒有 來其他先生有沒有 都沒有 大家都沒有 你急著做新聞 這個還要再等兩天看看 那我真的不能理解 所以最後這件事情很好 最後今天變成政治問題 但是中央還是應該要怎麼樣 用跟大家講的角度 因為他變成政治問題 兩邊就容易打起來 我們就會說你是不是怎麼樣 他就打起來 可是中央他還是有一個態度是說 好 那我今天全盤的 跟你講 由下而上同批 然後其他農場 其他產品都沒有 那我們做到這邊 由上而下 全年度只進口 0.42 還不到一克 0.42克 不到半克 不到半克 你要怎麼頭 你就頭不走 那些東西用來幹嘛 就是給實驗室用的 跟大家講完了 安心了 那這件事情就到這裡了 盧秀燕現在還在報檢驗人員 還試圖要把這件事情繼續往下做 這個是我覺得 這個 我坦白講 製造社會對立難道這麼好玩嗎 好玩 盧秀燕還要三年才選總統 連陳東豪都說沒傷 搞不好還加分 我要跟大家講 不要低估民意 不要低估臺灣的自由民主 我問了很多人 包含藍營的知識者 他們吸反射的知識 這個沒什麼 他們對於攻擊綠營 這件事情才有興趣 他們對於有沒有 到底有沒有毒豬肉 有沒有瘦肉精 這件事本身沒有興趣 他們享受在這種政治工房裡面 他們不顧豬農的實活 這個才是我對這件事情 最大的悲哀 如果是沙丁安蟲或萊克多巴胺 這件事情你要衝 你也可以衝 問題是這麼罕見的一個瘦肉精 你要衝 就是說很容易去判斷說 這到底是不是一個單一事件 或系統性的問題 這麼好判斷 你放下了 你不想看到的這一塊 你就衝出去了 要做自己的政治操作 受影響的有誰 來 台中市這2月2號的事情 台中市檢出梅花肉片有問題之後 馬上同一批肉品就下架了 下架之後 這同一批肉品 兩千多塊 多個批次 同一個批次 兩千多包 全部檢驗 零 零 那麼台糖是國家的 就手機比較糟 好啦 不要說一批下架而已 我全部下架 我全台糖梅花肉片 全台東路全部回收好不好 台上說了 我們是沒有用這種東西啦 但是呢 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不怕承擔虧損 我們看中商譽 全部回收喔 損失上萬包 虧損百萬元 好 豬農獎了 供應商吹款 消費者沒信心 本來是年前 可以年後收的 要趕快收啦 豬肉賣不出去啦 我等年後我才收款 我萬一收不到怎麼辦 壓力很大 連鎖性效應 這就是連鎖性的效應 就像你剛剛講的 小吃蛋也會受影響 對不對 好 所以呢民進黨說 你不能夠確認一下 不要影響這種恐慌難道不行嗎 我想請問一下敏鳳的是 盧秀燕太聰明了 他說我看過最聰明的政治人物之一 就像他講的 空氣都變成選票 今天有夠厲害 他這一次受肉驚的事件 他一站出來之後 整個民進黨的立委 國民黨立委 站在他的旁邊 保護他沒有錯 就抓到了 事情可以這麼簡單嗎 我們的選民 這麼容易被騙嗎 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盧秀燕如果說你跟中央有講過說 你們驗出來這個東西 但是你又不跟中央 中央要求協商要求再討論 但是你們台中市沒有答應 然後拒絕 我覺得這當然就是 你我覺得中央政府 對於這件事情 心裡就要有底了 就是說他不是純粹 就是說救食安的安全的部分 來跟你中央做協商的 他是他可能是我就要公開 我就要營造我自己是一個 顧食安的一個市長的民生 或是什麼樣的一個 你說政治野心也好 我們這個每個人有政治野心 我覺得OK 但是就是說當他不願意的時候 你中央要怎麼應對 我覺得面對未來這個 如果說他是所謂的對手 一個很重要的未來的對手的時候 你中央可不可以馬上這樣子 這樣子回他 我覺得是不行的 比如說中央的這個警戒性不夠 我覺得中央的面對 如果說是有政治企圖的縣市首長 這樣的操作 你中央這樣子回是不行的 他是根本不吃你這一套的 那未來如果說他有至於大衛 這種情況會不會越來越多 當然會來會越多 所以你要去判斷這個 譬如說那你王必勝回這麼多以後 大家會覺得說全部都在打臉王必勝 當時如果你衛福部就說 你就像陳建人說 我們不要捕風抓贏 然後我們已經做了其他的檢驗 其他的檢驗都是合格的 那歸於台中這一塊 我們特別趕緊的南下 去跟盧秀燕合作 弄這一塊 我覺得當時如果弄出來的話 我覺得這樣子應付的時候 會不會中央會好一點 當然我覺得你現在 所以你覺得這次是盧秀燕得分嗎 盧秀燕有點得分 我坦白講 因為他已經連三得分了 選舉成功 捷運燕線 還有這一次的這個東西 如果你這樣子就此停止的時候 他就算得分 這怎麼會算得分 全台灣只有0.42克這個 可是一般的人不會知道 一般人會覺得說 好你都用共同去驗 都驗出來了 所以我要求的是 你後面如何產生了這東西 後面那個還是重點嗎 如果他只是實驗室的一個 證明實驗室的污染 才導致這一塊而已的話 那請科學家出來講了 對 如果只有這一塊的話 那你表示你盧秀燕小題大作 老師這要怎麼調查 因為有機會 沒辦法調查 我是建議中央 還是有補救的辦法 為什麼呢 你現在台湯不是有回收嗎 同一批的 同一批切割的 這沒有嘛 還有兩百 沒有 都是零嘛 零檢出差 沒有沒有沒有 我現在那個他沒有全部檢查 把這一批的 同一批的再拿出來檢查 請三個單位 包括台中 食藥署 還有另外一個民間的那個 認證的公司 三個下去做 那做出來 逐批做 做了10件 20件 就開記者會 好像那個 武漢肺炎 COVID-19一樣 每天開記者會 我想這樣的 把如果剩下的 兩百多包的話 做完的話 那三個單位 或四個單位來比較 那成績就知道 一定要這樣做 要像老師這樣做 三到四個實驗室 同時做 當然台中實驗室要做 這樣的話才能夠 真相大白 才能夠讓這個消費者 對 完全安心 還這個台糖的一個公道 如果沒有人做 你沒有辦法 你現在 你現在都是在用正 把他政治化 對 政治化而已 台中實驗室 他說我很有道理 我 你 小鼠也驗出是有 那有就是有 你不能說是0.01 一個唯客 因為他是零檢出 所以我認為 這個補救的辦法 可是上面下面 左邊右邊都沒有 只有這一片有 那科學上是 沒辦法解釋 沒辦法解釋 而且我們認為 那你要用周邊去證明 而且我認為 他是有問題的 有問題的 所以今天的補救方法 就是說 你把那些兩百多包 下降回收下來的 逐包去檢驗 那請三四個單位來做 那台中也要做 那看他們做出來的素質 或是 是不是結果都一樣 如果都一樣的話 那你 你怎麼只有那塊肉 譴責的 不是譴責王必勝 應該譴責台中市政府 你一個判讀的時候 一個根本世界上 找不到瘦弱精 豬或動物裡面 找不到的成分 你做出來了 你敢公布 對 這個是完全不合常理 對 也沒有科學的那個嘗試 你怎麼敢公布 所以今天你說 盧秀燕已經得問 還早 是不是 還早還早 因為你如果在做 剛才當然說 哪一個縣市做出來了 那你要把剩下的那個幾包 兩百多包 下去幾個實驗室下去做 台中市也要做 那做出來如果 大家都一樣 台中市不一樣的話 那就有問題了 對不對 盧秀燕還沒得分 當然我是不願意去講政治的 我是比較 我一直逼你講 沒有啦 沒有說你逼我講 我講的就是說 要譴責不是譴責 王必勝 要譴責這個 王必勝就算藍軍討厭他 藍軍的仇恨值比較高 王必勝是 他講的話沒有錯 王必勝 王必勝是剛才 敏鳳講的 他的動作有一點慢 他如果一開始就介入 這樣的一個像五號還是六號的那個 實驗室檢驗 今天大概就不會爆發公布出來 那就是他這方面有一點慢 事實上 防堵快點 對就防堵快點 他講的不夠快 這個也是我感覺到 怎麼搞的 我們食藥署怎麼 這麼重大的事情 沒有立即的一個出手 這個事情 你如果要有一個真相 到底是那一片肉 那一包肉有問題 還是台糖養豬養豬問題 就像賴老師講的 同一個批次的 我全部再驗一次 是 大家再來一次 而且不是一個實驗室驗 而且台中一定要驗 對不對 你至少有三個四個來驗 那看看他的結果 這樣 這樣就會消除這個所謂 有含這個西布托羅的一個問題出來 對不對 那這樣的盧秀燕他們就沒有得分了 否則他現在理直氣壯 對 當然他們這個 我們說你要製作下去 食安的問題 演變到正式的問題 用膝蓋想都知道怎麼可能 飼養豬會用西布托羅這麼貴的 我用膝蓋想都不可能 一般的人不一定這樣想 好 這個謝謝老師的建議 您好接下來我們要帶您來看的是呢 這個 盧秀燕他這個 剛剛敏鳳分析了嘛 三波加分了 這一波 他又以媽媽的形象 捍衛台灣食安的這個形象 到底呢 會不會繼續的墊高他的一個 滿意度 他目前為止 台中市六都市場滿意度 他最高 陳其邁第二 至於出來選舉的侯友宜 真的是重傷 跌了13% 我們來看看 新北市長侯友宜一早召開市政會議 聽取各局處簡報 展現厚厚做事 畢竟根據最新民調顯示 侯友宜市政滿意度 暴跌超過十個百分點 恐怕跟他請假一百一三天 參選總統有關聯 現在只能透過情政 補回滿意分數 主管們如何凝聚 團隊的力量 每一件事情 主管們就必須要 跟通人 站在一塊 更用心 根據最新民調 六都市長滿意度 台中市長盧秀燕 六十七%居灌 高雄市長陳其邁滿意度 從百分之五十六提升到百分之六十三 排名第二 台南市長黃偉哲滿意度 也提高八個百分點 來到百分之五十三排名第三 台北市長蔣王安 百分之四十九排名第四 新北市長侯宜百分之四十八 暴跌十三%排名第五 桃園市長張善政百分之四十五 台中有進步 能夠成為六都市政滿意度最高 這是全體市民共同的功勞 也是市民的成果 至於市民光榮感 台中同樣以百分之七十四排第一 桃園台南高雄百分之六十九居次 而新北光榮感墊底 市民快樂感顧分 新北再度墊底 雖然台北倒數第二 但跟過去相比 上升多達百分之四 我想民調其實都是參考 我們都會虛心疑對 我看到市政滿意度增加8% 這和我們市府所做的民調趨勢是一致的 我看到台北市民相較以往更快樂 我也很快樂 六都市的滿意度 盧秀燕陳其邁成為藍綠最強諸侯 反倒總統落選的侯友宜可得好好加油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盧秀燕其實他跟連任三月的時候 這個調查結果一樣 都是67% 陳其邁增加了七個百分點 從56%增加到了63% 黃偉澤 黃偉澤也增加滿多的 增加了8%變53% 蔣灣49%增加了8% 他戴個安全帽頭盔有沒有 就去上班了耶 結果呢 真的還是受到影響 張善政445% 跟就任三個月的時間來相同 真的覺得大家就是開開心心 看個鬧劇 一開始一定會有食安上的問題 但是盧秀燕現在的問題 根本就不是這個事情專不專業 盧秀燕最大的問題是誰挑戰他嗎 盧秀燕就是老二哲學 大家在打架的時候 他就躲在槍林彈雨後面 等到大家持平 現在是什麼時候 新科立委要裝潢找助理 進去做議案的時候 然後各縣市剛剛打完一場仗 是在羞聲養息的時候 盧秀燕看看天下太平出來弄一弄 就這樣子而已 盧秀燕是因為沒有人挑戰他 才有今天這個光景 他有什麼搞的 你們回去看他立委質詢 根本都在亂聊 質詢院長的時候 在上面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他那個就是在開玩笑的立委而已 他我都曾經聽過 他不知道在財政還是哪個委員會 進去之前今天沒有準備題目 他就問旁邊的記者說 你們今天有沒有什麼想問的 我今天幫你們問啊 這個當市長 他就是因為沒有做事才會當市長 他有什麼了不起 他就是讓大家 你要賺錢的賺錢 要開錄的要開錄 一億沒有辦法徵收的 我七億徵收 問題是你有沒有挑戰 有沒有人去挑戰盧秀燕 因為他有很多防護罩 他先有氣場 然後旁邊有證照 這些操作媒體的 然後接下來還有面具 可能是化妝 可能是衣裳 他一層一層打破 你才會看他的真身 你不打 你不打說他滿意度很高 你不打他當然滿意度高 我如果沒有人中的話 我會不會被罷免 這不是廢話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人去打 我們都知道 藍梅換藍漆 這我當然知道 我跟你同一屆的 我們當然知道 捷運站 戰盡應該是為東瓜開的 我們當然知道 台中市民不知道 台中市民不知道 那台中的民意代表沒有責任 台中市民知道 台中市民沒有每個都知道 當初中二選區幾乎是媒體的焦點 那個是不一樣的 那個不一樣的情況 那個是我個人 那個議題在我個人身上 那個罷免案是針對我 但是今天選市長的時候 他是整個縣市的 是整個區域的 所以盧修彥最聰明的就是 大家在打仗的時候 他就是 所以你就是設 我跟你講 我已經幫你找到目標了 你就是設定 一身監督你一人 就好像謝龍介 我沒簽 你一身就監督盧修彥一人 但是要做這樣的角色很累 我那個時候在罵韓國瑜的時候 我在這裡上完節目 隔天早上回去站路口 我被人家吐痰 我被人家比中指罵三字經 韓國瑜這麼好 為什麼不換人試試看 我為什麼要跟你們罵 我沒欠你們 你被吐痰喔 對啊 我們那個時候都會拉 我們高雄市民 對你吐痰喔 對啊 對啊